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是让我们领受这庞大的祝福 那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满满的祝福 这宇宙多么的庞大 上帝把这么好的一切全给了我们 而我们却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 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 违背了上帝 结果被赶出来了 有些人就说了 哎呀 真的有这么多的祝福吗 我们每个人现出的问题 再加上我们儿育所现出的环境 这一切都是由上帝主宰着的 而且不仅使我的灵魂得救 要使这个国家得救 使身边的灵魂得救 这才是真实的爱国者啊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让我们领受这庞大的恩典和祝福 而且上帝已经赐给我们这么庞大的恩典和祝福了 我们领受了这祝福 就能使身边的人也能领受这祝福啊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 这是多么庞大的爱 是不可能用价值来衡量的呀 因为这是无价之宝啊 马太夫人十三章 如果我们真的能认识到上帝的话语 这上帝的爱是多么庞大的价值 我们可能会舍弃一切 只跟随主耶稣基督啊 使我们能得生命 得永生的 没有比这更庞大的 没有比这更关键 最为重要的爱了 而当今我们说是信耶稣 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为什么只求自己的利益呢 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 是能让我们为身边的人着想 能让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这是上帝赐给我的祝福啊 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这时候 依靠着上帝给我的智慧 这时候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能够有好行为 照亮身边的人 我平常牧师曾经也读过很多的书籍 比如说看见某个财阀写了一本自传 成功的秘诀 我读了那些书 我也想模仿里面的那些技巧 我也想成功 那里面的内容写的是什么呢 某个公司的老总 他乔装打扮成一种普通人 然后在公司的底层开始做起 耶稣是身处于最谦卑的地方 那最谦卑的地方就是最卑微的地方啊 为什么说天国的门是窄门 谁都 为什么说天国的门是窄门 不容易进去呢 我处于最谦卑的时候 我处于最微小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绰绰有余的 进入这天国的窄门啊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恩典和祝福啊 就比如说 越是谦卑 越是降低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 比如说我们射箭的时候 这个弓往后 拉得越 越远 这个箭射出去的也越远 钢琴啊 我们弹钢琴的时候 从低音到高音 就里面包含了很多的音符啊 比如说我们内心宽广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我都能 接纳和容纳 这才能传福音吧 耶稣 是召唤了所有的人啊 辛苦 但中荡的所有的人来到耶稣这里 都安息吧 这里面是包含了所有的人 并没有说 哎 法利塞人 你没有资格 耶稣说 任何人都能来到主耶稣这里 得安息啊 马太平十一章二十三 马太平十一章二十八节啊 我们每个人 醒查一下我的内心 我也没有存耶稣基督的心呢 耶稣基督是包容了所有啊 而怎样才叫包容啊 是宁可我死在十字架上 希望所有人得救赎 这正是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信奉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也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宁可我死在十字架上 为的是拯救身边的灵魂啊 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的 正是这最庞大的爱 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啊 因有耶稣基督的保喜 因有了耶稣基督的 这活生生的生命 正是为了我这个罪人 死在了十字架上 而上帝使耶稣基督复活了 正是有了这份应许和爱 我们才有机会 活在这世上 也有机会认罪悔改 也有机会来到主面前献礼拜呀 大家知道小孩子是没有 包装自己和伪装的 很天真 我们看小孩子失误犯错 我们都不会说 因为他是孩子嘛 比如说 孩子想尿尿 他可能就尿出来了 他不会寝室的 因为他还是小孩子啊 他没有害别人的心 上帝让我们忍耐 唯独忍耐到底的 才能得到王的祝福 耶稣基督是爱了所有人 没有害任何人的 比如说我们在遇到一些 纷争和分歧的时候 我宁可自己吃亏 也能礼让或者忍让出来的时候 这是表现出耶稣基督的心肠 是耶稣基督的爱呀 有一次 有一次 有人就陷害朴牧师 说一些很荒唐的话 而当时有个证人就站出来说 朴牧师绝不是这样的人 耶稣基督的心肠 是能得到认可的 当然了 刚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些很多的误会 而久而久之就能 意识到 哦 原来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好 宁可牺牲自己 为的是让我这个罪人得救赎啊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每个人领受的是 这么庞大的恩典 和这么庞大的爱啊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祝福啊 前天 参加了昼夜礼拜之后 没有吃晚饭 所以在路边上 在有一个 乌冬面 就是有个地摊的食品 那个地方呢 我去过有三次 人家还记着我 他怎么就记着我呢 他就笑一笑 没说话 我去那边吃饭的时候 除非有好印象 或者是坏印象 他才会记着我 如果我有坏的印象的话 他可能 看我的时候表情也不好 但是他看我的表情是很好的 无论在小事上 还是在细节上 有好行为 照亮身边的人 看过周围的人 给身边的人带来帮助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时候 逐渐的周围更多的人 就能认识到这个好的品行啊 因这福音 因天国的福音 使我们教导了我们 耶稣基督的话语 耶稣基督的福音 教导了我们 让我们存耶稣基督的信仰 当然了 我们在这世上 所讲的所有的话 上帝都在聆听的 我们内心 怎么看待这个人的时候 上帝那里也有一个记录啊 所以我们要在这世上 生活的时候 像是对待主一样 做每一件事情啊 怎样才是过为人的生活呢 过了为人的生活 才是好的祝福啊 而动物呢 动物是没有灵性的呀 那怎样才是过为人的生活呢 我们找一下传道书12章13节 传道书12章13节 前边也有提到说 学识越多呢 忧愁也越多 为什么说学识越多 忧愁也越多呢 世上的学的越多 反而会更多的忧愁 千家户呢 有千个担子 万家户有万个担子 而在耶稣基督里 是没有忧愁的 这信心就是这样的美好啊 在这世上呢 追求一种理想的世界 比如说 所谓的乌托邦等等 但那仅仅是理想的境界而已 在这世上是不存在的 而人为什么追求一种理想的境界呢 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存在 而人却始终没有找到 我们这世上经常讲幸福 属于上帝的时候呢 才是真实的幸福啊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我来读一下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我们呼喊阿门 在这凌晨 上帝给我们的话语 正是让我们敬畏上帝 遵守上帝的话语 这才是做人的本分啊 那什么是敬畏呢 敬畏上帝 这正是智慧啊 真言八章十一节 大家知道上帝的智慧 能实现我所有的心愿的 敬畏上帝的时候 使我们领受一切的祝福啊 敬畏上帝就是要 指一心意专心的爱主 指一心意专心爱主 正是教导我们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的认罪悔改 因认罪悔改了 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的认罪悔改 这就是敬畏上帝 只专心爱主 爱基督耶稣 爱上帝 敬畏上帝 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八节 这正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啊 使我们只专心爱主 因为上帝派遣他独生的儿子 耶稣基督将是在这世上 为的是拯救我这个罪人 为的是拯救 这世上所有的罪人啊 信耶稣基督使我们得永生 不知灭亡的 信了耶稣基督的名 因耶稣基督的名 因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能认识到 我是赤裸裸的罪人 我的罪恶这么的多 我内心的邪恶这么的多 承认了我是罪人 真切地认罪悔改了 而认罪悔改 是因为 有耶稣基督的保险 为我流出来 因为有耶稣基督 为我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我们才有认罪悔改的机会啊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这正是敬畏上帝 我们找一下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人当尽的本分 就是要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这正是智慧 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智慧 敬畏上帝的时候 这世上的一切 有上帝为我负责 而最为关键的时候 使我领受的是天国的祝福 我的灵魂能得救赎 有天国的祝福的时候 在这世上 一切都是红通的 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理由 是因为要传福音呀 传耶稣基督的宝血 传耶稣基督的爱 传福音 上帝负责我的人生 上帝帮助我挡住一切的灾难和祸患 那么敬畏 我们认识一下敬畏上帝 是意味着什么的呢 敬畏耶和华上帝的时候 不仅使我获得智慧 使我的灵魂得救赎 而且还赐福于我的后孙 使我的后孙也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敬畏耶和华的得到生命 他比恒久知足 不遭祸患 阿们 敬畏耶和华上帝 这是多么庞大的祝福啊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呀 敬畏耶和华上帝 正是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们能认罪悔改 真切地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直到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为止 那么这就是四阶段悔改呀 我们悔改的时候 我们忏悔自己的罪恶的时候 逐渐会发现我内心得到了平安 大家知道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内心了 这时候是平安的 我的罪恶得到赦免 我内心的那些伤痛 得到了安慰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得到了安慰 因上帝的话语得到了安慰的时候 我内心是无比的平安 这平安正是上帝赐给我的平安呀 是最庞大的祝福啊 使我的灵魂得救赎 使我的内心苏醒过来 逐渐的身体也得到了新的能量和力量 为主做事 为主做工啊 约三说二节 我的灵魂能得救赎的时候 这世上一切的事情 紧跟着就是很自然的好 因为灵魂得救赎 这是最为关键的 也是最难的 也是最为 这也是最为 宝贵的 最庞大的价值的爱啊 使我能得到天国的祝福 这才是最庞大的爱 最有价值的爱 是无法 是没法和价值相比较的 是超越了所有的一切的 最庞大的恩爱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能得救赎的这个约呀 这就是人当今的本分 除了七七二十章五到六节 上帝赐福于我们 遵守上帝话语的时候 上帝负责我的子孙后代呀 遵守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 只一心一爱主 遵守诫命 敬畏上帝的时候 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 那么我们就要认罪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地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呀 希望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这福音从中国传到韩国的时候呢 只有一句话叫 敬天爱人啊 敬畏上天 上天就是上帝啊 敬畏上帝 而且爱人如己 这真是上帝教导我们的心约嘛 只专心爱主上帝 其次要爱人如己啊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得到这一切呢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 汉字汉文中的敬天爱人 这就是出自圣经的话语啊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人当今的本分就是专心爱主 敬畏上帝 爱人如己啊 我们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地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就有奇迹发生啊 我周围的人再怎么攻击我 甚至给我射的是毒箭 但是敬畏上帝的人呢 不会受到任何的攻击 也不会有任何的摇动 受影响 甚至能把周围一切的攻击 改变成祝福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是我的避难所 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做我的盾牌啊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地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使我们获得圣灵 圣灵赶走一切的恶魔恶鬼 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显现出来 为的是灭绝魔鬼的一切的诡计 灭绝魔鬼的一切的作怪啊 有耶稣基督的爱 住进我的内心 帮助对方 赶走对方的那恶魔恶鬼的时候 那个灵魂也得救赎 那个灵魂也认识到了 耶稣基督的爱 内心迎接了耶稣基督 信了耶稣基督 悔改了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呀 我们内心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的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苦楚 和将来即将得到的那荣耀 正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荣耀 是没办法相比较的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呀 面对红海的时候 那并不是苦难 那并不是问题 一红海分开了 过了红海的时候 出埃及世界那红海一分开 那些以色列百姓 就能吃到那海底里的海参啊 那些珍宝 补充了很多的营养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珍珠宝贝 还隐藏着 所以我们眼前面临的所有的困惑和困难 其实并不是困难 不是个遭遇 反而是给我带来的祝福 是给我祝福 给我机会悔改 给我得福的机会呀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呀 而且上帝帮我挡住了后面的仇敌呀 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就是这样庞大的祝福和恩典 所以我们只一心仰望上帝的话语 而且要听从顺从上帝的话语 绝不能违背呀 遵守上帝的话语 这正是人做的本分 人当尽的本分啊 无论在小事情还是在大事情 我们只专心爱主 仰望上帝 顺从遵守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坚心地敬畏上帝 使我们得到上帝的帮助啊 面对上帝 我们需要做的只有悔改啊 我们人都是罪人 曾经不认识上帝 也不认识耶稣基督 一直违背了上帝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因十字架上的爱 我们认识到我是个罪人了 真切地认罪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承认耶稣基督的保险 就是为我流出来的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呀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真切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信心呀 有了这份信心 上帝给我成全一切 有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内心里 使我的内心服侍圣灵的时候 真的是最强大最幸福最平安的 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 求主 主啊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就比如说我们刚起床的时候 刚在床上 睁开双眼的时候 我们就求主主啊 求主饶恕我是个罪人 我们需要做的只有悔改 向主承认我的罪 把我内心的一切的邪恶 不好的想法赤裸裸地 向主一一地坦白 告白我的罪行 求主饶恕我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 当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阿门 面对上帝 我们只有认罪悔改 我们真切地认罪悔改了 上帝赐给我这份信心 以夫所说二章八节呀 所以我们睁开双眼的那一刻 先要想着向主祷告 我要祷告 祷告上帝今天 给了我这一个新的生命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给了我得永生的机会 给了我这一天的生活 真言一章七节 是一心一爱主 爱上帝 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给我力量 上帝给我力量 从床上爬起来 能洗脸 能干干净净地端正自己 来到教会 或者是去上学 或者是去上班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醒查我的内心 有没有这份信心呀 有没有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的信心呢 那么信耶稣基督的人 爱上帝的人 就要悔改 真切地认罪悔改 弃恶从善 遵守上帝的话语 这正是人当今的本分 只一心一敬畏上帝 悔改 离弃罪恶的人 真切地志愿 大家在这凌晨领受 这好的祝福啊 上帝多么多么的好啊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相信今天上帝 赐给我这好的祝福了 相信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做爱国者呀 我们真实地过为人的生活 我的一切都顺顺利利 好的时候 自然就是真实的爱国者了 我们在这世上做光和言 正是信心能使我得救赎 正是信心使我们能传福音 靠圣灵传福音呀 那么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我们需要向上帝悔改什么呢 我需要坦白什么呢 我们一不小心 又活在自己的想法里 一不小心 又放不下这世上的贪婪私欲 我内心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我行为上的一些的不好 全向上帝承认告白出来 有些人说 哎呀 我内心总有这些淫乱的想法 哎呀 我总有这种习惯性的 说谎的习惯 就这一类的弱点和缺陷 我向主一的坦白 承认自己的过错 把内心的一切真实的真诚的向主坦白 在吐入心声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 上帝洗净我的罪 上帝饶恕我 而且上帝造就我 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造就我呀 我们在主面前承认 我是无能的 我们总会跌倒 我总会犯罪 求主饶恕我的罪故 求主帮助我 我们承认我的无能 我们承认我是懦弱无用的 我是无知的 而且我是罪人 我父上帝 我内心有无悔肮脏的罪恶 我的罪恶总是让我跌倒 主啊 我是罪人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的时候 主就饶恕我的罪恶 主啊 我们的祖先也犯罪 得罪了上帝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过 主啊 使我们承认我身上的罪恶 求主帮助我 使我承认我父母 或者是我的祖先的罪恶 我身上也全带着 使我们承认我就是赤裸裸的罪人 我们只要真切地向主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过 这时候上帝赐给我们信心 使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 我们相信上帝为我们负责这一切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后孙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下帝赐福于我们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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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